其实就是一个象征意义 其实在这一次 所谓的台湾援助香港的 这个行动当中 它里面有几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我精神援助你 至于说哪一些人 能够得到我的援助 只要你合法来台湾 这句话就有玄机了 什么叫做合法来台湾 香港其实它有它的法律 香港的法律如果认定 它不是适合来台湾 或者不适合出境的人 可是如果你台湾认定 它是追求香港的 所谓的自由民主 非常重要的人士的话 那请问一下 这个时候是你的援助对象 还是不是你的援助对象 那这件事情 当然就会变成很可笑的 就是口头支持法 口头支持但没有任何的实质支持 所以它当然不能够把 任何的细节公开 因为任何的细节公开 它都可能会遭致两边的批评 如果说它做得很积极 我必须很坦白地跟各位说 台湾民众不接受 台湾民众第一个不要的原因是 担心会乱 第二个担心的是 因为香港房价很高 所以他们就会看台湾的房价 好像都很便宜 于是他们可能就会来台湾买房子 把台湾的房价又拉高 让台湾的年前又买不起房子 是一种很特别的一种务实的考量 坦白说我会认为这是一种精神跟实质 非常脱钩 然后非常荒谬的现象 可它实际上就存在 就是精神支持 但是实质上面就先考量自己 到底利害上面有没有受到损害 所以它不能做得很积极 做得很积极 台湾民众会反弹 但它也不能够做得很消极 然后被人家看到 因为一旦被看到说 哇原来你实际上面 什么事情都没有做的话 那又可能会被人家猜穿 它实际上面的面目 所以它现在就只能够 什么都是机密 其实机密这件事情 时间久了之后 我们大家就会发现 机密其实它的目的 只是要去掩饰执政的人 它的无能 或者甚至于是失德 所以它只能够摆摆样子 样子摆出来了 就代表它的意思已经到了 那至于后续的 那就没有后续了